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小七赖美云 小面包们 你们的小天晨来啦 那最近我了解到你是在健身粉丝们都想问一下 什么时候可以展示一下小七的手机 我健身的进度随时都在向他们汇报 每天发完微博然后又是发 反正有地方发我就会发我的健身进度 他们还天天要催我怎么回事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是能够在新的MV中展现 那你觉得练副间跟上王者哪个更难 上王者 我从S3赛季就开始打了 就没有上过王者 最接近的一次是星耀1 然后就上不去 那小七的本命英雄是谁呢 我的本命英雄是 我之前有学过他那个语音 改一下词 小七要努力变强 假设如果你打游戏的时候遇到了小面包 你被他抓爆了 那可以撒个焦球放过吗 我不会撒焦 我会直接就是 就是带着带着一车面包人去打 去抓爆他 那打王者然后作为女生来讲 你是跟S3赛你的队友carry还是你去carry一下你的队友呢 我是我更喜欢那种和一个和我的队友们有那种超高的配合和默契 然后就是整个carry全局 五人齐节 照一个大发三个 但是他扛不住啊 进去之后瞬间被秒掉了 全色也不好进场 中奎来了中奎来了中奎 那可以透露一下团里面有王者玩得比你好的团员吗 暂时没有 所以你是最强的 对 我可以就是拿最不擅长的英雄带他们carry 那你觉得最坑的是谁就是带不动 可能是鸭米吧 那你说过最奇葩的粉丝礼物是什么 可以透露一下 最奇葩的粉丝礼物 不要奇怪一点 也不能是奇怪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我有一个粉丝 它是一个乐队的 它是吉他手 然后那个播片送给了我 你觉得很有意义是吗 对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因为是 因为怎么说 我觉得是他在努力做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他把能够代表他的一件信物这样的东西给我 那可以透露一下下一期Vlog的主题吗 下一期Vlog 可能没有下一期Vlog 我 要不这样吧 我就出一期就是游戏录播 王者时刻 好 那如果有机会让你可以采访一下你的粉丝 你会想问他们什么样的问题呢 采访一下我的粉丝啊 问什么问题呢 我想听他们吐槽我 因为他们每次都是私下吐槽 吐槽完了之后 我专门发起微博 让他们吐槽他们就不会吐槽 就不会说不好 所以我要直接听 就直接跟我说 直接吐槽我 2019QQ手游王 2019QQ手游名人赛 我在王者峡谷等你 辛苦了 来QQ手游玩炒酷游戏 好看好玩有福利